余德成 余德成這日出席活動 對於秘傳和女神周秀拿筆戀三個月 不知道余德成又有什麼回應呢? 我有看到 但是其實我們認識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是就不是好像報道一樣 就是我們在一起了 當然他是一個非常厲害 非常專業的演員 就是我自己也有看他的電影 所以都很佩服他 都沒有想太多 主要就是專注 就是君主專注工作 而同場的黃崔瑜 就剛剛和好拍檔洪永成 拍完旅遊節目回香港 但是在節目裡面 竟然有人把洪永成認錯 做老公蕭靜藍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都 他不是認錯Tony和我老公 因為他都認不到我 我是誰 他是認錯Tony 是蕭靜藍 他還要說蕭靜藍壞話 但是他都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那 黃永成不停地震慶了 我已經嘗試保護他的聲譽 對 對 很搞笑 對 蕭靜藍和曹永廉 快要開演唱會了 翠如 又會不會去榜場呢 明天是他們兩個第一次 在香港開一個演唱會 所以我很為他們感動 有兩個做歌手 失意了的人 然後回來他們 可以再走在一起 再開演唱會 還有兩個最好的兄弟 所以我很替他們開心 明天 今天我買了 開餐廳 一包給Edwin 另一包給阿曹大姐 很大方